看完了中日关系 继续我们要带您来聚焦的是与两岸相关的消息 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 我们知道两岸在上个月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之后呢 目前这项协议已经送交到了台湾的立法院 将在八月初展开审议 不过这项协议在台湾是持续的引发争议 甚至呢造成了朝野政党的高度对立 还有部分的民间团体也强烈的批评 那么接下来最新动态 我们就要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 来我们做最新的报道 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永泰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他曾经表示 许多反对这个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 这些理由都是不堪一级 他甚至说这些是在造谣 那我相信一些反对党 特别是民进党 对此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反应 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动态 好的 那么两岸服务协议签署之后 在台湾可以说吵得碎沛洋洋的 现在可以看到连马英九总统 他都加入了这个电解的行列 那么他在这个今天出席了天下杂志 所举办的一项经济论坛上面 他特别强调了就是说 他现在在这两个月 他也到地方上去跟这个民众作谈 可是他发现很多这个民众的 所听到的或所陈述的一些事情 他说都是不是非常的这个理性的这个言论 甚至接近造谣 那么他表示说 有些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 却一再地被渲染 那么他举例说 有人说他会开放大陆劳工 大陆的商品 还有大陆的这个开放大陆投资移民 他说这些都不是事实 他甚至还点名说 有一位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经济系的主任 竟然公然说政府会开放 四五百万的这个大陆劳工进入台湾 那么马英特为了要这个强化 他的这个辩解的这个说辞 他还特别举出一些很明确的数据 他说这个马政府 他的政府开放这个中资投资 台湾四年多以来 那么只有来台湾的大陆企业 只有398家 那么投资的金额不到8亿美元 那么来台的干部呢 也只有216个人 却在台湾呢 创造了六千七百七十一个工作机会 那么他也表示说 有关于这个服务业这个事情啊 那么事实上是很在地化的啊 那么他也举例说 像是开放了大陆的这个餐馆 来台湾开餐馆的这个情况 原本有16家 现在呢只剩下10家 那么同时呢 还有两家准备要歇业 所以也就是说到最后是不到8家了 对台湾的餐饮业是根本就不造成影响 那么他还暗批这个民进党啊 带着这个习业者啊 来澄清 他说事实上台湾在22年前啊 就已经开放了国外的习业者进入台湾 但是呢 现在也只剩下两家 就国外的习业者 所以对台湾的习业是不会有影响的 是 永泰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对永泰那么民进党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些民间团体 实际上讲到两岸的经贸往来啊 总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他们反对的主要原因又在哪里呢 好的 那么现在这个像是一些学界啊 还有一些艺文界他们所提出的论调呢 事实上和反对党是蛮类似的 也就是说 马政府呢 在签署这个两岸福贸协议之前啊 并没有这个广泛的征询这个民众的意见 还有就是评估这个到底会对台湾的社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也并没有让立法院啊 来这个监督 所以呢 他们希望接下来啊 这个所谓要送到立法院来实质审查 他们希望呢 就是说来召开 跟针对这个各个产业召开公听会啊 那评估报告出来之后呢 那么才能进行这个实质审查 乃至于表决 一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永泰 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 也欢迎您登入美国基因的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